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奈何这段俊男靓女的婚姻只维持四年 最后以离婚而告终 与黎明离婚时 她拿到不菲分手费 后来嫁给了商人蓝朱志豪 据悉 当时蓝处于事业的低谷 濒临破产 不过她并没有嫌弃蓝 而是助力蓝发展事业 后来蓝事业恢复巅峰 成为身价不菲的富商 婚后 乐吉尔和蓝定居国外 她暂缓事业的发展 生下一个儿子 偶尔会在社交平台 晒出一家三口幸福的照片 令人羡慕 今年二月份 她被爆出和蓝已经离婚 当时人并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他们的婚姻状况沉迷 乐吉尔宣布离婚 以前夫陪儿子庆祝父亲节 前夫头发花百显疲惫 近日 乐吉尔更新了个人社交平台 晒出一家三口外出游玩的照片 借此庆祝父亲节 扎住头发 脸上布满了汗水 应该是刚刚运动过 面色红润 状态不错 蓝罕见出镜 头发花百显疲惫 不过身材还挺健硕的 他们头贴住头揽住儿子 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小宝贝在父母的呵护下很幸福 光看照片 大家都认为他们一家三口很幸福 不过乐吉尔在照片上的配文和画面反差很大 他配的文字是 Coparenting it is possible Together but not together 共同抚养可以 但复合绝不可能 相当于是宣布和蓝已经离婚 而且双方没有复合的可能性 这是乐吉尔被传出离婚后 首次正面回应婚姻状况 他和前夫一起陪伴儿子庆祝父亲节 对儿子的爱意于言表 还有一张照片是烂搂住儿子 小宝贝手中拿住一个杯子正在喝饮料 两人在镜头下露出开心的笑容 在这张照片中乐吉尔并没有现身 此时他应该化身为摄影师 胎下前夫和儿子相处的温馨时光 在照片上 他还配文感谢对方在自己休息时一起照顾儿子 他们之间有一个宝贝儿子作为联系的纽带 应该是和平离婚 为了儿子能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他们离婚后还维持良好的关系 对儿子的爱病没有减少丝毫 反而更加珍惜和儿子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去年四月份 乐吉尔在社交平台晒出为儿子庆祝三周岁生日的照片 当时穿了一套抹胸肠裙别有一番韵味 Lan把儿子抱在怀中 小寿星在爸爸妈妈的簇拥下正在吹蜡烛 一家三口同框画面温馨 如今已经是过境迁 虽然爸爸妈妈对儿子的爱没有改变 不过爸爸妈妈已经离婚 儿子只能跟随爸爸或者妈妈生活 不能在爸爸妈妈一起陪伴下长大 对于小宝贝来说就是一种遗憾 曾经乐吉尔更新社交平台被怀疑已经离婚 不过她关闭了留言功能 不让外界过多地去评价自己的私生活 港媒对此还致电乐吉尔 当时人病没有回应 她所在的模特公司回应 具体发生什么事 你们直接问她吧 毕竟这是一人的事实 模特公司也没有权利直接回答 其实荷兰离婚对乐吉尔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在传出离婚后她首次现身 穿一身黑衣 身形消瘦显得很憔悴 减掉了长发玉世主要开始新生活 和二婚老公烂离婚后 乐吉尔并没有自暴自弃 经过一定时间的调整后秘密反港工作 因为她深知只有做一个独立自强的女人 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 也只有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才能更好地抚养儿子 结婚生子对于女人来说并不是人生的终点 一段合适的婚姻会让女人被显年轻 一段不合适的婚姻会让女人容颜憔悴 我们是新时代的女性 面对不合适的婚姻时要有勇气及时止损 离婚时也要妥善处理孩子的问题 作为父母 我们要对孩子的人生负责 为了孩子 夫妻离婚后也是可以做朋友 做亲人 大家各让一步 这样才是父母该做的事情 前段时间 乐基尔官宣离婚 晒全家福否认复合 前夫胡扎发白 尽显老太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乐基尔是一位香港模特和演员 她曾经是天王黎明的妻子 也是香港娱乐圈的风云人物 她的感情生活一直备受关注 从与黎明的婚姻到与富商的二婚 再到前段时间的离婚宣布 她的每一次变化都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她是一个有助西方血统的混血美女 她性格开朗 作风也很大胆 那么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女人 她为什么会经历两次失败的婚姻 她是否能够找到真正的幸福 乐基尔与黎明的恋情是在2006年被曝光的 当时乐基尔是黎明网站的模特 她和黎明相识于2000年 但那时两人各有所爱 没有太多交集 后来他们被拍到在豪华游艇上约会 恋情正式被曝光 随着乐基尔的到来 黎明一段接一段的绯闻时代终于过去了 她的事业也开始走下坡路 俗话说得好 上帝为我们关上一扇窗户的时候 势必会打开另一扇窗户 职场失利的她 情场却迎来了很好的结果 在黎明42岁的时候 她和正值28岁的乐基尔走进婚礼殿堂 他们不像刘德华、郭富城的婚姻引发诸多争议 而是看起来理所当然 婚后的生活并非如恋爱期那般 乐基尔自由惯了 时常会被拍到和和异性的亲密照 最终 这段婚姻只维持了四年 2012年两人宣布离婚 离婚后的两人虽然没有公开开思 但却传出了各种版本的抱怨 乐基尔被骂败家女 不仅婚内片黎明进行投资 离婚后还拿走了1.5亿财产 日常生活更是花销无度 再有就是因为黎明的前女友舒奇 尽管后来舒奇已选择逢德伦 早已从情商中走了出来 但乐基尔与黎明的这段婚姻里总摆脱 不掉舒奇的影子 甚至有传言表示 他们离婚完全是因为黎明心中还有舒奇 所以才导致了他们悲惨的结局 他们相识八年才结婚 婚后四年变分手 到底是因为年龄差太大 还是前任的印记太深 在与黎明离婚后 乐基尔和伊恩宣布订婚病将迈入婚姻的殿堂 乐基尔为了这段感情放弃了演艺圈的工作 一度移居到美国 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然而这样幸福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 在之前的父亲节上 乐基尔被爆离婚后 首度晒出伊恩的照片 不久后 乐基尔又分享一家三口同矿照 再次宣布离婚的消息 前夫胡子发白 仅比乐基尔虚长几岁的他 一脸的沧桑感 乐基尔坦言 他们这样仅仅是为了抚养儿子 并没有复合的可能性 他还感谢了伊恩对他的支持和理解 表示他们仍然是朋友 会为了儿子而保持良好的关系 乐基尔和伊恩的离婚原因并没有透露 伊恩原本是一名富商 后来生育失败 离婚后的乐基尔出资帮助伊恩东山再起 二人在2017年正式结婚 他们能为了儿子在一起如往常般生活玩乐 说明彼此的矛盾并不深 我猜测他们应该没有婚外恋的因素 或许他们只是因为性格不合或者生活方式不同而分道扬镳 值得一提的是 做不了夫妻 为了孩子也不能做仇人 乐基尔和伊恩的离婚虽然没有太多波澜 但也让人唏嘘 他为了这段感情放弃了事业和自由 却换来了第二次失败的婚姻 乐基尔是个有助西方血统的混血美女 她从小在国外长大 性格直帅、开朗 同时她也是一个有助东方美德的孝顺女孩 她曾经为了照顾患癌的母亲而暂停工作 不仅如此 在事业当面她也有着很好的成就 她曾经创办过个人品牌 并且在时尚界有助不错的口碑和影响力 乐基尔在演艺圈的成就并不算高 她主要以模特身份出道 在电影和电视剧中只是客串或者配角 她最出名的作品可能就是与黎明合作的电影《大成小事》了 她演艺圈的知名度主要还是来源于 她与黎明和伊恩的恋情和婚姻 她也因此被贴上了天王前后夫的标签 乐基尔经历过两次失败的婚姻 并不代表她就是一个不幸福的女人 她有助自己的事业和爱好 有着朋友和亲人 更有助儿子和前夫 她在社交平台上的照片都是笑容满面 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受伤的女人 而是一个充满乐观且积极的女子 她没有因为离婚而放弃爱情 仍然相信自己会遇到真正的灵魂伴侣 女强人的婚姻是否注定不会幸福 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和要求都不一样 每段感情的经历和结果都不一样 有些女强人能够找到一个 能够理解和支持她们的伴侣 有些人却不能 还有一些人能够在事业和家庭之间找到平衡 乐基尔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强人 她有助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也有助自己的性格和作风 她的两次婚姻都没有给她带来幸福 但也没有让她失去信心 她仍然在努力地生活 努力地寻找自己的幸福 或许有一天 她会遇到一个能够与她相互欣赏 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 相互成长的伴侣 与她一起分享生命中的美好时光 希望乐基尔能够尽快走出这段婚姻 带给她的悲伤 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 也希望网络能够成为一个传播正能量 促进交流 增进有益的工具 而不是一个制造谣言 挑起争端 伤害他人的工具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